剛剛最近的黃金是飆漲 在高雄的百貨公司 有民眾發現這一臺黃金的販賣機 賣國外品牌的金條 每個品項都是一公克 雖然價格是比營樓業者高一些 但還是吸引不少民眾嘗鮮 人來人往的百貨公司裡 這臺販賣機格外引人注目 超大觸控螢幕 機身頂端還有監視器的鏡頭 這販賣機賣的不是飲料泡麵 而是黃金 沿著頁面往下拉 販賣機裡頭除了有金條金幣之外 還有一般送禮用的小金豆 特別的是每種品項 單位都是一克 而且不收現金 只用數位支付 不但民眾好奇 就連銀樓業者也特地來嘗鮮 這個價差其實跟我們銀樓上面來講 還是偏高一點點 因為畢竟它還有5%的色 因為它這裡也不能戴 這個都是賣那種小的金塊這樣 銀樓業者說這是第一次看到黃金販賣機 以金條來說依照品牌不同 每公克大概是三千零四十七元到三千零七十九元 但是銀樓金條每公克換算下來 大概是兩千兩百七十元 價差超過七百元 而民眾愛買的金豆販賣機每公克是三千零八十七元 銀樓大概是兩千四百元左右 價差也超過六百元 業者說他們賣的是國外大品牌的金條 而且每個品項都只有一克 所以價格會稍微高一點 但是很適合送禮 也吸引不少年輕族群購買 雖然出現黃金販賣機 但是不少民眾還是偏好傳統的銀樓 東西看得見也摸得見 感覺比較心安 就看消費者怎麼選擇 記者楊周明 高雄報導